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想說 那如果你也是要設一個input box 然後呢後面加一個 有沒有 就是變數 那丟過來不就勢必可以去做 查詢了 那之前的查詢是來自於自己資料表 現在是來自於資料庫 所以你可以跟資料庫去查詢的 只要改動第二個位置 所以基本上 除了這兩個位置以外 其他應該你暫時可以不用去理會他沒關係 OK 頂多就是這一行 因為這一行它可能會 會出問題 所以我建議你怎麼樣 把它刪掉 或者前面加個單引號就可以 它是在referred上面 OK好 那其他的話就是自動調整欄寬 跟取消篩選 做完之後的話 一樣嘛 你可以test一下 假如說我今天要做測試的話 那我就複製一個 ctrl 鍵按住 那如果我要刪除 其實我乾脆 主行來跑算 我們按F8好了 A1 然後ctrl 鍵向右向下 然後 delete 掉對不對 放A1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實際上它就去抓資料 擷取中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跑這一段完 它就這一個 再來的話呢 它這邊的type 意思應該就是 你要下的是C口語法 丟給一個C口語法 不過如果我這邊 假設改成什麼 會喔 我不要全抓 你就會有什麼呢 業務那個欄位 所以它會自己去抓業務這個欄位 有沒有 like 比較 like什麼 單引號兩個 假設我只要抓小咪好了 這樣子 OK 那意思就是說 多了這個啦 多了這個敘述 會有就是什麼樣的條件 當然以後如果你要抓別的欄位 其實也是如法炮製 然後下一行 下一行 其他這個是它一些 相關的參數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話 你按 在這上面什麼 按一個什麼 F1 其實它會跳出來 自己去查一下 應該都都可以得到答案 然後底下的話 再來的話 這個可能也要 將來也要改 sauce data file 所以這邊跟上面 其實可以改成一樣的 然後在 這個實際上去查詢是這一行 它去查詢 OK 查詢完 好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在進來的資料 autofit 自動調整欄寬 取消篩選 結束 好了 那你會發現 我只有多打這個 這個東西有沒有 結果會怎麼樣 有沒有發現業務 全部只有小咪的 OK 所以好 當然呢 你如果不加 是全部 加了 那就是從那邊抓什麼資料過來 這樣的話 其實彈性就很大了 所以關鍵就是說 怎麼樣 將來如果你要變更啦 反正就變更 這邊就可以了 那 你可以給兩個參數嘛 也許你自己在設計 要不就input box 進來的話 給一個這個條件 然後呢 那個東西塞到這邊來就好了 OK 其實都一樣 應該可以理解我 所以這一段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那我剛剛錄的東西 舊的在下面 我是把它改一下 最後完成的東西呢 會已經貼上去了 那頂多我是改了這個地方 所以有興趣同學 可以試試看 那待會的話呢 也許我們再來看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呢 我不要寫成絕對的 因為你現在錄完之後 只限於你這一台是OK的 這一台 它連線不會有問題 可是你搬到別台 那個路徑就不見了 它會找不到 那 怎麼把它改成所謂的 相對的路徑 它自己會去找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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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